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搜索面积大 范围广 攻击武器比较强 但由于本身体积大 重量重 空中惯性大 飞行员想要精准操作并不容易 你看实在美空中云比较多了 三二用雷达看一下 有没有危险天气 明白 由于适当考核是个精细活 酒贵军必须全程手动操作 但他没想到的是 出发后不久 他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一号长天有云 稍有颠簸 起飞之后 发现云的抬升比较快 我就是担心它这个云行动的快 然后在空中颠簸距离 还有一个就是影响我们在水上投弹的能见度 前面有个气象建议咱来绕飞一下 好的 作为一个飞行了18年的老飞行员 眼前的恶劣天气 酒贵军并不陌生 但第一次在反前巡逻机上进行实弹考核的训练 对于这样的天气状况 他还是有些担心的 主要就是怕鸡兵对飞行影响比较大 大飞机因为它的这个速度比那个小飞机的慢 所以它这个鸡兵的这个可能性更大 在云中飞行 受温度 湿度等因素影响 飞机很有可能出现结冰 这对任何飞行员来说 都是难以预料后果的特情 结冰它会破坏这个飞机的气动布局 气动布局破坏了它就影响到飞机的平衡 还有一个鸡兵的话 如果是出现在这个发动机上 有线桨上 它会造成发动机的损坏 即将到达投弹的目标区 酒贵军需要驾驶战机从几千米的高空 穿云下降到几百米的低空 然而面对眼前恶劣的天气 以及飞机随时出现结冰的可能性 加上云层较后 飞机在下降过程中开始出现严重颠簸 这让机舱内的空气也变得格外紧张 一号站上指挥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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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减少下降绿 好的 严重的颠簸 让现场所有人都更加担心接下来的实档考核 然而对酒贵军和他的战友来讲 这却是检验自己飞行能力和心理素质的好时机 不可能每天的天气都是晴空万里 然后这些也需要锻炼一下心理素质 一号肩膀还是有点严重 请示下降到最低高度 凭借着精湛的飞行技巧 飞机终于穿云到达低空区域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